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么久没出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念我们 我们由这一集开始 就会开启一个新的系列 就是香港商业史 中国古代有为市、農、工、商 都想讲讲香港这么多年来 在这四方面的发展 不过由香港成为中西方的转口讲开始 商业比较受到重视 所以我们就会由商业开始 我们会由香港成为殖民地开始 一直讲讲这么多年以来的行业改变 以及都会讲讲这些 历史出现过的成功商人 按时间的顺序 我们会由香港开埠开始讲起 今集主要讲讲买版、南北行 以及华商在香港的崛起 早在1834年 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監督律劳碑 内华的时候已经知道了 香港是拥有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和商业价值了 已经想占领香港了 在这时候 而我洋行创办人渣顶都表示 如果有人认为 我们必须占有一个倒序 或者占有一个临近港洲的海港的话 香港就会非常之适合了 因为香港拥有非常安全广阔的停泊港 吸水充足并且易于防守 1841年1月25日 在异律单方面宣布 已经和清政府签订了村庇草药的几天后 异律就率领了东方远征军 强行侵占了香港岛 第二天由英国驻院东南队支队司令 Commander Burma 率部队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 登陆香港岛上环水康后街 附近一个大约200尺高的海角 后来这就叫做占领角Protection Point 同年6月7日 义律代表香港殖民当局宣布 将香港开埠成为自由港 允许船自由出入 香港正式开埠 如果大家有印象 我们在之前的影片里面 都有讲过水上人 即是弹文 香港最早涌现的华人经济活动 就是与这班人有关了 弹文坐艇仔进入香港的港湾 向亭柏在维多利亚港的 洋船提供服务 包括将洋船上面的货物 找下船运到货仓 或者将岸上的补给品 送回洋船 由于生意都算不错的 所以这班艇户人数 在短短几个月之间 急增成为了 当时华人经济活动中 聚活着的一群 这班人早在鸦片战争之前 已经和洋商有密切的关系 甚至已经充当洋商的买版 其中比较出名的是充当冰船买版的路径 他在鸦片战争期间 藉着提供食用品给英国商船 而慢慢积累财富 战争结束之后 他移居到香港 在1850年 他已经买到楼和铺 已经超过了100间 成为了当时香港华人的首富 除了艇户之外 一些过去在澳门、广州和洋商 都叫做有来往的中国人 都慢慢来到香港了 向洋商买鸦片、棉布、胡椒等等的商品 都运了一些内地的商品来香港 与此同时 由于香港随着开埠 而展开了大量的城市建设 一大批来自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 喷民慢慢就涌入香港了 成为了重要的劳工队伍 其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库库 就是在这支队伍里面的公投了 例如昔日石像变成了石厂老板 他们请了很多外奴 来扩大生意规模 利用技术将矿场的大石 切割成为大小的方块、长条 或者雕断成为石柱 生产出堅牢、耐狗的建筑材料 其中之一就是邓元昌 邓元昌原籍广东五华 来到香港开设了元昌石行 与香港政府承办了大量的石工 又在香港岛西岸石堂咀 西盈盘一带开彩石墙 成为巨库 还有因为承包工程而致富的 有谭才 谭才原籍广东开平 早年曾移居新加坡 在政府的船奥做管工 1841年来到香港发展 成为了当时香港最大的承办商之一 19世纪40年代中期 随着广东沿岸各地华人 大量涌入 以西环太平山 即是现在太平山街一带为开始点 冬至砭甸乍街 细节西盈盘的华人新移民区 逐渐形成了 这个地区成为港岛人口最密集的社区 为了合乎区内居民的生活需求 由华商经营的店铺不断涌现 据一些不完全的统计 1845年华人开设的店铺 已经有388间 行业准去总共有59个 包括米铺、食肆、酒铺、面包店、洋食办馆等等 这一连串的举动造就了中华成为一个核心的商业区 直到今时今日仍然是 经常都说买版 究竟买版是什么呢 买版其实是指为外国机构从事投资、贸易、竞济 充当代理人的人或团体 以现代语言即是Agent 买版自宋朝起已经有了 这一字通常都用来专指宫廷或官府 采买物品的商人 之后中国人开始为外国人采办 而且管事的中国人就会叫做买版 后来广东在清初时期设置了13行 称政府任命买版 来加强对外贸易 这个时期的买版 多数都以广东和江浙出身 而且外语能力非常之强 可以作为外国商人和中国商人之间的翻译 亦都可以传递政府的信息 除此之外 这类商人还可以自认商好 因此致富很多人 在近代香港商业市当中 买版是指在华贸易公司 让行平成的中国籍代理人 在19世纪40年代末 华商在香港经济中的力量 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19世纪50年代初有两项事件 对香港华商的发展进程 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以及美澳等地发现了金矿了 151年 洪秀全在广西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 迅速席卷了广西广东 以及大半个中国 当太平均逼近广州的时候 广州和附近城乡商人 和地主都纷纷拿起家当 逃离到香港了 这次就是内地华人富富第一次 大规模移居到香港了 在这个时候之前 拥有香港的都是一些艇户 商贩、工厂、苦力 以及一些地贸流民 私囂海盗为主 这批富户的来临 令到香港的华商经济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个也成为了香港发展的转烈点 大量人口逃到香港 房屋需求大增 房租攀升 往日人积刊志的街道 一下子步门了很多人 新的华人商号开始啟业 大大提升了香港的繁荣性 巨统人口由1851年的3万3千多人 一直增加到1865年的12万人 香港也逐渐取代广州 成为了中国沿海主要的转口港 除了货物的转运之外 香港也成为了 华南中国人移居海外的中转站 由1851年到1900年期间 大约有200万的广东人和福建人 经过香港移居到海外 或者被运到海外做孤立 1848年和1851年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澳洲色尼 先后发现了金矿 掀起了空前的全球性逃金热潮 一大批中国勞工经过香港 去到美国澳洲等地做孤立 刺激了香港的航运业 蓬勃发展 同时随着美澳和南洋的华人地区 慢慢形成在香港经营 南北洋行贸易的南北行 和专门贩货物去到北美 和南洋的金山庄 南洋庄等等的航商 马上崛起了 这股航商的势力在香港 慢慢成为了当时华商经济中 最重要的实力来源 他们掌握着当时 香港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 据统计在1846年 香港有洋行22间 1870年代就已经急增到202间 这个时期著名的洋行 有英资的仪和、沙船、太平、林蔡、丹拿、仁记、德纪利时、太古 还有美资的旗昌、瓊记 以及德国资本的蟬神等等 这些洋行的业务货品 除了编头也有提及过的鸦片之外 也有棉房积品、洋货、茶叶、 丝囚和中国的土特产品 而随着转型货业的发展 应想在这个时期 在香港开始发展两大行业的板块 分别是和航运有关的造船业 仓储码头 船奥业等等 而另一个板块就是金融业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 航运业由帆船时代进入了轮船时代 香港各大洋行纷纷筹建轮船公司 在中国沿海奈何航仙上展开了博弈 当中包括其昌轮船公司、太古轮船公司 还有英资的铁行轮船公司 南烟通轮船公司 以及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 法国游船公司等等 另外经营仓库码头的 香港九龙码头及仓库有限公司 经营船坡维修 和建造的香港黄埔船奥 和泰古船奥都相计创办了 而在金融业上至1845年以来 英资的东帆介里银行 游里银行、渣等银行都相计开业了 1864年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也成立 奠定了日后英资公司 垄断香港金融业的基础 随着英资银行、银行和轮船公司的开立 受贵在这些英商充当业务代理人 和中价的华人买品数量大幅增加 根据统计 1851年香港银行买品只有5个人 而去到1891年就已经增加到120副人 华人买品利用代理人的身份 依靠如日中天的银行 迅速自破成为了香港华商的重建力量 19世纪70年代中期 华商的势力在香港冒起 开始在房地产业向洋商进逼 当时香港的洋商受到清政府的海关封锁影响 频频宣布破产 这个也提供给华商一个量机 部分华商打破了以前设立的种族隔离政策 大举收购了洋商破产后的商行 他们沿着荷里活道和威廉顿街 向中环商业核心区推进 在荷里活道、威廉顿街、浪后大道中 云含街一带买入了原本属于洋商的房地产 据统计在1880年1月到1881年5月 华商向洋商扣入了地产和卖业 达到171万 到了19世纪80年代 华商在地产业的势力 已经压倒了英智 当时港督牽尼斯就曾经说过 华商已经成为了香港最大的业主 香港外资银行发行的通货 大部分都是掌握在华人手上 香港政府当时税收有90%是来自华人 当时人均税收虽然未及洋商 但差距已经慢慢缩少了 对此香港《循环日报》创办人黄涛曾经说过 《适之华商多仰西人避息》 近十年以来华商之利若盈 而西商之利有所旁昏矣 凡适日西商所经营之秘惑者 今华商占起而预期间 虽然华商在当时买了很多英商的资产 但其实181年已经是当时地产市道的顶峰 洋人纷纷在最高峰时期放售房地产业 181年10月地产市道大幅急跌 结果华商的财富转眼间 就回到洋商手上了 华商损失惨重 极多人破产 元气大伤 时任香港立法局首位华人议员五庭坊 因为房地产投资失败而不上离港 出任清大臣李鸿章的幕僚 十个世纪后期应想把投资领域扩大到地产 酒店 煤气 电力 交通运输 以及通讯等等的公共领域 先后创办了香港大酒店 真正住人的香港大酒店 位于香港岛已经拆了那间 置地公司 中华煤气 香港电灯 中华电力 天星小轮 山顶纜车 香港电车 以及后来的香港电话公司等等 确立了营商对香港经济的垄断地位 而华人的工商业就可以看看1894年 由中华印务总局出办的《香港习记》中 曾经说过 旁人贸易其多善故者 则有约南北行约90余加 次则金山藏约白余加 次则银号约30余加 而生意之夜楼居然价扬以上之以 由此可见 当时华商在港的实力已经超过广州 同时都得知华商的势力 一点都不是弱小的 虽然当时华商的势力 仍然不足以和英商抗衡 但都成为了香港经济泛民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1894年8月23日 英殖民地大臣李莞 都和广州罗边臣表示 在英国政府保护之下 香港已经变成了一个华人社会 而不是一个英人社会 而在港华人 从来都是香港泛民的一个重要力量 和重要指标 上面我们有说过一些 南北行和金山庄这些航商的资料 我们下集就会详细讲一讲 这些航商 如何领导去日的香港商业市 而这条片的参考资料 我们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欄 对于今集内容有更多兴趣的观众 可以去提款本书 我们今天暂时讲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这条片的话 记得like 订阅和follow我们的频道 看边刊我们写更多文更多片 我们下集见 拜拜